前几天跟大家一起磕了一路平安,结果后台呼声最大的是一声心湖这么热情的话,人家真的很难拒绝哎,今天照就来吃点甜的。 有一说一,他俩真的太超过了,娱乐无边界,八卦不停歇。 订阅我们,带你畅游娱乐圈。 安全距离不存在的,不知怎么的头就挨到了一起,手也牵上了,走路要搂着,站着要搭肩,拍个大合照,别人都摆单人pose,只有他俩贴一块,每次拥抱都抱得很实在。 参加其他节目也是这样哦,咋的你们一声心湖之间有慈悉啊。 不确定再看看结果越看越有,爬山,要背,抓羊,要双人驾驶,羊,就没人在乎我的感受吗? 眼神也是,不自觉地长在对方身上,盯他看继续盯再盯,不懂就问,眼睛也有刺激了。 一个头之以眼神拉丝,一个抱之以爱抚,掐他,耗他头发,一次比一次狠啊,但怎么有人看上去还挺乐在其中的,别管。 可到他俩是一件很平常的事,众所周知,心直磊和胡仙旭有十四岁的年龄差,曾在如意传里演过母子,一声心湖这对CP, 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层禁忌意味。 看他们吵闹,亲近,彼此牵挂,好像与普通姐弟无异,但从胡仙旭一开始固执地不肯叫解,就让一切变了位,都有睿平。 距离是母子,关我们花哨舞什么事啊? 再评评这句,我会继承黄阿玛的一切,包括你被得敢拉满。 相差十四岁,也正是结构之间最合适的距离,局也不想这么上头的,可是胡仙旭小时候,就对心直磊说过, 等我长大了,我要跟你演情侣A,十六岁那年,他还在采访里表示自己能接受姐弟恋,演姐弟恋的年龄上限是三十岁,而当时的心直磊正好三十岁。 你品,你细品采访里的肆无忌惮,配上陪看环节里的扭捏,细品起来,竟有一丝丝美味,听到心直磊调侃他俩有CP视频,吓得他紧急否认,咱俩可啥视频没有,你别胡说八道,看胡仙旭这么紧张,心直磊又继续逗他,回去微博上就转一条,我爱特你雷子,训狗日记再写了,好的姐,转哪条啊,啥手转。 心甘情愿在一旁聊到不结婚没法收场,胡仙旭误以为主角是自己和心直磊突然一个机灵,别胡说八道,什么玩意,心直磊健壮又调侃他,你想啥呢? 你以为我俩啊,他羞涩地低下头解释,这给我吓得,都从座位上面弹起来了,椅子,我寻思,咱这内部结构也没那么多弹簧吧,秦海露,原来贴脸科CP比耳机里的霸总小说还快乐啊。 当时,花少五,才刚开播,咱也不懂他这羞涩从何而来,不禁纳闷,小狐你在节目里,究竟做了多少好事? 看了看,确实挺多的,全心全意关注心直磊的一切,出门玩怕他累,吹得风怕他冷,刚吃完饭就怕他饿,音乐节上因为没完进行提前散场,心直磊有点不高兴,他最先察觉。 立马凑上来,关心一起去看日出,时间有点早,心直磊在一旁闭眼休息,他坐在旁边默默盯着眼睛,都舍不得眨一下,心直磊当导游,遇上坏天气,担心会影响大家的游玩情绪。 胡先旭察觉到后开始疯狂称赞心直磊,不断表示自己有多喜欢这段行程,情绪价值拉满,懂得他的心直口快大大咧咧,但更懂得用鼓励去维护他的细腻柔软,他真的很懂年下的定位,心直磊大部分时候都在扮演姐姐角色,在各个环节给予适当的关心。 最先察觉出,胡先旭的话便少了,关心他当导游压力大不大,担心他睡地上不舒服,贴心背上床品,给他化妆时看到了黑眼圈,立马问是不是累的,这样的对视多来点,但也把自己幼稚的一面交给了胡先旭,跟其他姐姐打完架。 立马找胡先旭告状,瞧这小表情,委屈全写脸上了,看到胡先旭被秦岚感动到落泪,开启吃醋发言,你给我的也哭一个,时不时上演,他在笑他在闹剧情,推他,拽他,不懂就问,他俩谁更大来着年上会照顾人,但迷糊幼稚,年下年龄虽小,但成熟靠谱,这不就是结构文学中最常见的设定? 一生心虎好刻的点就在于,彼此曾经在合作中培养了默契,扩别七年,这份默契非但没有削减,反而因为双方的成长,更加契合彼此,更加同频,日常就是你招惹我。 我招惹你,胡先旭嘲讽新直磊,不摆姿势时,最好看新直磊直接反击,你不说话的时候最帅,主打一个牙字必报,看到赵赵姨王安宇,来了段脱稿新闻,胡先旭扭头就Q新直磊也来一段,于是就有他痛失姓名的名场面,明明说错的是新直磊,道歉的却是他和胡先旭,两个人还来了段小品,就是掩着掩着,突然害羞了,是怎么回事呢?热巴。 嘿嘿,又给我磕到了热巴,一开始还只是偷偷地磕,默默关注二位打闹,结果随着他俩互对互掐互相鼓励,还有突如其来的人生致谢。 和各式各样的同频,胡先旭高空戳脸,新直磊隔空回应等,极光的时间太久,新直磊无聊地在床边画星星,胡先旭在车外也凑上来,跟着描寒剧也没你俩会演呐,新直磊在车上到处找水。 找到后,默契地给了胡先旭一瓶,有没有可能旁边的两个人也需要喝水呢?着急忙慌的样子,被一旁的热巴看在眼里,开始贴脸磕CP,拽着秦兰摇耳朵立挽狂澜,演我磕CP。 还贡献了一个自己观察到的堂点,新直磊做饭不小心弄伤了手,其他人都没注意到,只有胡先旭在默默关心着,当这两位当事人的面笑作一团,更细节的还有,旅行快要结束。 胡先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,一不小心粉底打多了,急着跑上楼找姐姐们求助,此时雷子在这小湖也被两位姐姐围着。 但最后帮她改装的是雷子,咱就是说,明明别人也可以帮忙,由于胡先旭一直在节目里展示自己成熟绅士的一面,情绪稳定,又能把各方哄好,常常让人默认她不太需要关心,但新直磊总能察觉到这一点,记得胡先旭此趟旅行的目标是做一个绅士,在颁奖环节特地为她颁发最佳绅士奖。 看到小胡满脸惊喜,她还一脸骄傲地向小胡邀功,谁能比你俩更懂彼此呢,结构的设定是很老套,但对一生姓胡来说,反而因为这种设定变得更有吸引力,第一次合作,虽是母子关系。 但在胡先旭心里,她和新直磊之间没有长辈与晚辈的距离,一直都像朋友,彼此之间可以丝滑接梗,没有距离地打闹,但关键时刻,也能察觉彼此的情绪,帮助彼此解决问题,是一种平视的状态。 新直磊没有把胡先旭当成一个小孩,对她设下防备,在异国他乡,坐在一起聊人生,聊困扰,聊脆弱。 胡先旭因为初次合作,就被她的真诚打动,这么多年牢记于心,也呵护着她大大咧咧外表下的柔软。 彼此的关心,总是自然而然地发声,偶尔夹杂着一丝胆怯,徒补冰川时。 胡先旭担心新直磊体力超支,特意走到她身边,扶着她,结果被瑞丽发问后,上演了一出口是心非的大戏,直到经过新直磊的直球一击,才承认自己是来扶着她的。 这般极限拉扯品不完,真的品不完,对于花哨舞,CP大乱顿一事,每位观众都有自己的见解,亲密的,倍得的,禁忌的,不可说的。 其实磕的就是一种氛围,你们花哨舞就不能再拍一百集吗?